政府最近宣布发行 新一批零售绿色债券 是至2022年5月再次发行 如果对上一次有抽绿债的投资者 应该有个不愉快的经历 因为对上一次绿债出现 绿债在上市当日低过100元的发行价 换言之 假如投资者当日选择卖出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亏损 令到想快闲赚价的投资者相当失望 因为对上一次的惨痛经历 有不少投资者都尤以不决 究竟这次政府发行的绿债 值不值得抽呢? 今集我会先跟大家讲下 今次零售绿债的资讯 再分享我们对于这次绿债的投资观点 希望帮到投资者作出投资的选择 绿债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堂 是因为绿债所筹集的资金 将会用作合资格公共绿色项目的育资 绿债的发行价和上年相同 目标是150亿港元 而假如反应激烈 政府会视乎情况加码至200亿 今次政府所发行的绿债包底联息率 比起上年高很多 上年绿债的年息率就只有2.5厘 而今批的保证息率就有4.75厘 而至于派息的频率和债券的年期方面 和上次的绿债就一模一样 每半年派息一次 而债券的年期就是3年 由于绿债一手的入场费是1万 如果以一手的绿债计算当中的投资回报 投资者可以每半年收到231.5的利息 而假如投资者持有绿债至到期日 3年总共赚到的利息是1425 而在到期日也会收回1万元的本金 简单论述完今次绿债的基本资料之后 你会问 今次的绿债是否记得抽 上次绿债破发的情况 又不会历史重演 由于上年各大央行的激进价值 今次绿债保底的息率 已经比起上年大增至到4.75厘 因为保证的息率 远高于上一批的绿债 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预料市场的反应会相对易烈 同时 今次破发的可能性都比较低 主要是因为看回香港政府发行给专业投资者的债券 目前三年期赶完债券 只得4厘的到期收益率 而这批绿债在上市后 理应跟刚刚所提到的4厘收益率是接近 根据这个收益率推断 绿债的价格在上市后 会上升1-2% 当然投资者亦可以考虑持有绿债到期日 将资金锁定4.75厘的到期收益率 参考2022年发行绿债的最终结果 每人可获快4-5手 而由于今次绿债发行额和上市是相样 预计今轮人均获法的绿债首数都是累近 有没有兴趣应购绿债的投资者 要注意以下的关键日期 绿债应购期是由9月18日到9月28日 会在10月10日发行 以及在下一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 现在是FSM1抽绿债还可以享受多重6年的优惠 包括连收应购手组费 全仓费 不动户费 托管费 转入费 和代收现金股息等等 没有隐藏的收费 透明到极高 假如你是有意抽绿债的话 FSM1平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现在开户还可以享受一系列的营身优惠 长城都可以去到影片特别的description参考 好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